- 看了这么久,我们谈了国债,我们谈了这个RQFII,我们谈了债券,那么其实这些东西它的picture很大,它的影响很大,其实我们可以缩小来,可能张主任你可以说,这些东西对平民百姓会带来一个怎么样的,好的跟不好的影响吗? - 我还是要强调那一点,就是国债从绝对值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数目,可是相对于GDP来讲,其实并不是一个危险的程度,那当然,可是这个部分还是要分两个部分来讲,就是一般人除了关心说他占GDP有多少,或是他绝对值有多少之外,其实我们另外一个值得关心的问题就是那个钱有没有用在对的地方, 就是有没有用在有效率的东西 那当然我们还是会希望所有的钱都是用在有效率和对的地方 但是这并不代表说目前的国债是处于危险的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应该分开了,我们应该继续希望说政府善用那个资源,把钱用在对的地方 可是另外一部分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国债还没有到危险的那个部分,也不用因此而过度惊慌 也对,不过其实怎么说我们看到很多报导都说明年会特别难过,那么可能过年的时候没钱消费,您觉得内需还OK吗?我们国内需要还强吗? 以目前的国家的那个经济数据来讲,我们的那个消费的成长,私人消费的成长还是蛮健康的 是吗?就算有GSD,它还是在成长吗?是会慢了一点,比去年慢了一点,但是还是蛮健康的 我一直都觉得人民喊穷或是喊生活难过,这个是很正常的,大家都会觉得生活压力很大,可是还是会继续消费,还是会继续生活 所以我觉得...是心理因素吧?某个程度上是心理因素,当然另外一个部分来讲的话,确实某些公司可能会减少花红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市场没有那么好,没有比往年好,可是我觉得生活还是会过得下去 我可以加一句吗?您说,何博士 JETTI,国家银行的总裁,他拿了全世界联系美国的最好的中央银行长 五年六年,还有很多年不同的那种,我们的国内的Household Debt,家庭的贷款,高到全东南亚全亚洲最高 理由就是联系,从2009年过后到现在,他没有控制房地产贷款 跟你那个汽车贷款,一直到了三年前才来控制 但是我们的债务已经到了这样高 但是大部分都有资产,不是subprime,不是磁贷 有屋子的,屋子的虽然高了一点,要掉下来可能不能够还 还没有大量的违约,没有NPL yet 车还可以开,工还有的做,所以薪水还可以还 也就是说,在下去的经济,因为原产品 你的中油好不了哪里去,也不可能有4000块 有2000多块,很多人很惨,那是Sava Salati好,ok 那么你的石油是最大的投资,本格拉那边就2000多亿 这些最大的投资要杀工人了,变成你房地产的建筑已经到了尾身 很多在收工了,没有多少薪的,包括Iskandar这些 也就是说,应该是第一个鬼城,第一个什么? 第一个鬼城,怎么这么说呢? 慢点,这个明天再讲,我的故事就是我们的房地产 这个带动经济不大,它是45% 但是因为它影响到很多人的贷款,银行的贷款 所以变成我们不可能再加多银行的贷款给这个房地产 必须要继续打房,不然就打Najib,打Jetty 因为他们放任,到我们到了危险的地步 98年的全世界的金融危机里面其中一个最显著的就是 房地产过高,包括次贷,欧洲的,希腊的,中国的 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就是会拉到你很多个行业 百多个行业,那么周转不灵的时候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明年后年肯定是慢慢细 MMC,慢慢细慢慢下 因为跟着下来的,我们没有成长的 那些PRIMA啊,可负担房屋啊 那个很满足,它涨到55个Billion,用完了 你还有几个Billion,这次没有分配到啊 好像多一个Billion,一下就丢完了 多少个project你告诉我,房地产是几千亿的 你区息的50亿做什么东西 所以我的论点就是,你绝对不可能再加多你的credit 也就是说,这个银行,这个经济系统里面,credit growth呢,已经降降放慢很多 你就不可以带动成长 credit don't grow or less grow,你就不可能再成长 所以再下去,你可以看到市场,逐步的不是马上危机性的掉 不像98年,minus 7,不会了,这是慢慢下的了 那美国明年涨利息过后,我们的国内的利息一定要涨 你不可能加的,因为我们还要提高更高的利息结果债 也就是说,在下去的几年会慢慢坏 Banban C,MMC,C是坏字的,不是死了,我讲了很多 不是今天讲的,今天实验讲到现在 会坏到一个怎么样的程度 我不是第一个讲坏的,不会到minus 7,不会像86年 就算中国来帮我们买国债 中国帮不了,它满身都是问题 中国的资金大量外流,走了4千多亿 有些人说8千亿,所以它的储备金大量的掉 所以中国的问题比我们更严重,它国内的那种心态问题很严重 这我们要等哪个神仙来打击 不用神仙 我们的问题就是在于 很重要的政治要稳定 如果政治不稳定 你再下去的话 你不用经济好 你自己会倒 是 听起来如果要拒责油漆物 就是每个人要有自己的家 很容易到的 不会很难 我的看法这个DIBS Development Interest Bearing Scheme 不能够执行 一定要让他这两年里面 不能够执行 再执行 因为最近budget之前 他们发展上去见 有人说要拿回 去见了这个Najib要要求 我说 BMW Bawa 2 Rosloid Minta DIBS 放出来的话 你的物价就不会降 只会上 你要这个再刹两年 甚至三年 让他垮下来 那些空的大部分是空的 这边整个巴胜口 有6000多座这个楼 给他债钱掉了28% 让他们可以清白 最近到Launching 大部分三百四百 很少五百块了 是 就告诉你他们在redesign downsized designing 所以 记者有起募的机会 就很快来了 不是现在 我的看法就一直到明年 美国后 没有DIBS 如果Najib好像 我一定要骂他的 我一定要骂他的 You don't destroy the young people's home The young people's home 就是你没有DIBS 没有人去炒 没有人炒 就会掉 这个就有机会 买得到四百多块 三百多块 买得到 现在已经大量出来了 张主任 整体上来讲 有这么悲观吗 您怎么去预测 接下来的 可能五年十年 会不会好像 何博士讲的MMC 我没有讲五年十年 我讲最少三年不好 OK 会不会好像最少三年MMC 没有事 软慢派 我通常没有那么悲观 主要的是 我觉得 一个国家的经济 到底会怎么样发展的话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 都有很多不同的因素 那当然 连世界银行 或是IMF 也预测 世界经济的成长 在未来几年 会缓慢下来 所以马来西亚作为 一个很开放的经济体 因为其他国家缓慢下来 马来西亚也会缓慢 那到底会缓慢到哪个程度 我有没有办法预测这个问题 最难的 那到底什么时候 会有什么危机出现 或是原油价格 会跌到多少 再继续跌到多少 还会是伤的 这些都很难预测 但是 我本身会比较不偏向于 去相信说 未来三年一定会很惨 或是这种想法 总会有一些 突然间特别 有一个仙单跑进来 然后我们就 可能可以变好 有啊 87年 我们这个时候就想 83年还没有出世 你出世了 83年 83年开始下 83年最好 后来掉下来 到86年3年 86年那一年 这个才是重要的事情 武统发生危机 合作是金融 发生危机 到了87年武统分裂 是 这个仙单就是毒药来的 也就是说明年大选 这个沙拉月大选 过后就是全国大选 两年里面 对 这段期间呢 如果这几天 武统解决的 就是安排得很好 没大事的话 这个就是仙单 如果搞不好 就是87年的毒药 就是毒药 啊 reverse 所以我的论点不在于 国内国外的经济 我们的structure 我们的business 这些productivity 都是很可以接受的 所以政治一定要认定 原产品好 就是唯一的领导的问题 所以每个人说 哪级不下 Ringgit不涨 谁啦哪级不下 Ringgit脏了 怎么好 Ringgit哪级不下 股票也脏了 哪级下了Ringgit更下 所以哪级下什么台 你要跳下来 十层楼的是什么台 首相还是主席 不同主席他不下 首相台他掉下来的时候 谁做首相 主席的话他掉的时候 他下来的时候 一定是我要啊 我就乱了 就等于87年 87年我绝对 这是老人家的话了 我穿过了太多 60年代50年代 现在看到现在 我看到50年的政治 我研究政治50年 所以我的论点就是 绝对不要重演87年 也对也对 当时有50万的年前人跳飞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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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